不知不觉间 东欧国家立陶宛借台湾问题挑衅 公然宣布允许台湾当局在其首都维尔纽斯 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的这起事件 已经延烧发酵了好几天了 与此同时呢 台湾岛内绿营势力台独分子 特别是那些亲绿媒体名嘴网军 那吃了兴奋剂一样 那种得意忘形的欢视劲 忘乎所以的撒欢 那股子抽风劲 是至今也没完全过去 在这里有一点咱必须说明 尽管此次立陶宛明显违背了 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的精神 做出了逆国际大势而动 而且带有明显自我打脸意味的错误选择 但是立陶宛方面对于整起事件的态度 却依然带有很大程度的暧昧性 因为立陶宛方面是怎么说的 说是要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 发展同台湾的互利关系 听真正了吗 各位 又要本着一中原则 还又要同台湾发展关系 他想的倒是挺美 咱们说尽管立陶宛方面 此次在态度选择认知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谬误 但是仍然远远没有到绿营势力所吹嘘渲染的那个地步 说白了 绿营势力台独分子就是选择性失聪 只捡他自己喜欢听的 在那自己瞎琢磨 他立陶宛人上半句说什么 一中原则 呦 这咱不喜欢听 就全当没听见 下半句说什么 决心要跟台湾发展关系 这个好 好鼓掌快吹上天 总之就搂着他自己喜欢听的 在那自嗨就完了 所以说断章取义 添油加醋 吹嘘放大 自欺欺人 这一直是绿营政客台独分子的素有传统 更是绿营媒体名嘴网军的保留节目 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今立陶宛国内的执政当局也是彻底打错了如一算盘 某种意义上讲 立陶宛这回确实是给台湾问题出了一个新的挑战课题 带来一种新的乱象 但是事实会很快的告诉他们 假使你师徒以一种说一套做一套 阳奉阴违 打擦边球 以一种我们俗称的耍鸡贼的方式 介入祸乱台海问题 从而妄想直接间接捞取利益的话 那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中国人的眼里不揉沙子 想玩这套的话 此路不通 针对立陶宛方面 此番既嚣张错误 同时又略带着几分荒诞天真的行径 中国外交部已经做出了有理有据 有利有节的回应 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的同时 也要求立陶宛召回你自己驻中国的大使 如此一来就有意思了 怎么了 感情现任的这位立陶宛驻华大使啊 他正好是刚到北京 正接受隔离呢 就接到国内的通知 得了不用去了 直接打道回府吧 中国人讲究端茶送客 所以外交上有利有节的同时 也依旧有理给你立陶宛留足了最后的面子 没将你的大使驱离 而是要求你立陶宛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大使召回去 总之我中国这边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风范呢 这么多年是一样也没丢 您带着回去的路上慢慢品 顺便也深切体会一下 为什么说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绝对不容挑战 什么时候彻底想明白了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再回来吗 是吧 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也许不免心里疑惑 说立陶宛这个多数人都不知道地图上究竟在哪的小国 与万里之外的台湾地区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他怎么就骤然跑出来为台海问题平天是非了呢 这个呀 其实不难理解 说白了 代理人战争啊 看似这回冒出的是万里之外的立陶宛 但他背后的营武者背后魂是谁 他是在被谁当枪使 这根本不用说吧 再说直白点 这不就是又妄图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严阻中国发展 唯独打压中国 又打算给这打台湾牌的牌桌上 新忽悠 新发展出来一个把手小弟 平天个牌搭子吗 是吧 多忽悠点人 轮换着一块打的台湾牌 唯独打压一下飞速发展的中国 这事有什么新鲜的吗 各位 咱说像我们这么大的人 恨不得从小的时候就被告知 就依稀懂得我的国家我的祖国就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唯独打压中一天天不断壮大发展的 甚至都可以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经历着西方势力相互勾连对我们祖国实施唯独打压的过程中一天天长大的 但这又怎么了 我们的国家不还是一天天飞速发展日益强盛让那些居心叵测的西方阴谋家们一天比一天心虚忌惮惮吗 咱们说这么多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实施的各种唯独打压 他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停止过 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口实 拉拢各种各样的盟友 但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祖国不照样国富兵强吗 总而言之一句话 正所谓唯独打压何惧之有 真正的强者你是压不住的 就即便是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 反复使用那些个雕虫小技 反复打各种花样的擦边球 反复忽悠来忽悠去 带着那几个打手帮凶代理人 时不时冒出来各影各影中国 但这些加在一起都不可能阻挡和改变 海峡两岸走向统一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和时代进程 所以摆在眼前这个区区的立陶宛借台湾问题挑衅事件 后续的事态无论如何发展 相信我们中国的外交天团一定会审时夺势 充分权衡 做出最为稳妥适合恰如其分的应对处理 总之 无论最后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这次小小的风波乃至这类小小的风波 都根本不可能丝毫撼动 改变台湾最终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 在中华民族实现统一复兴的时代进程里 区区的一次立陶宛风波 将注定只是时代浪潮中激起的一缕小小泡沫 中华民族实现统一复小泡沫